盘点江夜世界中最可怕的15件神器 第十名 屠夫的刀 屠夫是经过几次永夜的大修行者 在境界上已经接近不朽 而他的武器则是每天用来剁肉的杀猪刀 屠夫的刀极重 用原文来说就是众弱小山 强如鱼帘将其提起也花了一些力气 屠夫不仅活得时间够久 并且天赋极佳 修行也很勤快 他每天都会拿着众弱小山的屠刀 挥武数千计 每年三百多日日日砍不停 这种日子一直重复了数万年 所以屠夫这一刀意味着无敌 在原文小说中 知命境巅峰的君墨 面对这一刀只能躲 即使是柳白复生 也无法应接这一刀 清静境界的灌主 也不会想应接这一刀 除了柯浩然 从来没有人能应接屠夫的刀 可见屠夫的这一刀究竟有多恐怖 第九名 夏侯的枪与甲 作为大唐帝国的四名大将 夏侯的境界是武道巅峰 他的本名物则是一把叫明枪的枪 他是夏侯血色的君旗的旗杆 当旗帜不在时 旗杆就变成了枪 世人都以为夏侯最强大的手段 是他体内霸道的魔宗真器 事实上宁缺在 雁明湖之战中才知道 他真正的杀手锏 是这把明枪 此前没有人知道夏侯擅长使枪 甚至连宁缺也不知道 夏侯的枪是夏侯亲手所助 枪一成字支手罐罐主 他助这把枪就是为了提防 连生三十二和那只蝉 在夏侯看来 世间除了柳白的剑 没有人有资格对上这把枪 耶稣对他的评价是 夏侯的枪虽然刺不中大先生 但也非常了得 如果柳白遇到他 必然会倒提剑柄 以滔滔黄浪拍面击指 抢而杀之 如果换成自己 大概会以剑翼横宁如铁锁 尝试附出这把枪 如果宁缺的脑海中 没有连生的记忆碎片 恐怕早就丧命在这条枪下 此外夏侯还有一副明光甲 出自书院四先生和六先生的手笔 堪称是绝对防御 盘点将一世界中最可怕的十五件神器 第八名 夫子的木棍 大唐书院是一个教书的地方 所以在一些传说故事中 夫子的武器是一根棒子 宁缺在松鹤楼以惨痛经历确认 夫子的武器确实是一根棒子 夫子的木棍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玄妙 很普通 但是因为夫子的至高境界 导致夫子的木棍也成了世间第一木棍 并且自带无惧境界 夫子脾气很大 看谁不顺眼就会拿木棍敲打 犹如坊间老夫子手中的戒指 只手冠冠主 魔宗创建者和玄空寺讲经手作 都被这根木棍叫做人 可昊然遭天诛而死后 夫子上西陵桃山斩尽满山桃花 击败当时一众强者们联手 夫子登天化月前 这根木棍追着冠主还差点把他打死 一直到夫子登天之后 冠主才终于敢踏入大陆 后来李漫漫在举世伐唐之战中 以这根木棍拦了冠主七天 可见其实力非常不凡 第七名 范月的山河盘 书院四先生范月擅长打算盘 他手中有一枚上古神器 山河盘的复刻板 按照小说原文介绍 山河盘是算师到古老传说里的事物 大唐开元年间 山河盘失落 山河盘推演算法 也随之断了传承 然四十年后 大和国墨池院第七代祖师 影山人和书院前代著名数科教授 小峰师太 共同参详六年 重新创出了山河盘推演算法 其后又穷毕生之力 重铸了山河盘 山河盘完成后 也一直留在书院后山 后来夫子去世间游历时 发现一个当铺中的少年 打了一手好算盘 于是就收了他当四弟子 并把山河盘交给了他 青霞之战 范月以此替君墨 挡住了冠主的虚剑 是青霞之战中非常关键的一环 叶苏成圣前夜 书院诸位弟子 为了救叶苏 前往南进 范月的山河盘将盘中的 沙禁术倾倒 但依旧敌不过龙庆手中的 沙字卷天书 最后山河盘在对抗中被毁 世间再也无山河盘 盘点将夜世界中最可怕的 十五件神器 第六名 柳白的人间之剑 柳白号称世间用剑第一人 他一生追求剑到极限 在剑阁的山腹谈判中 竞思了很多年 只为温养出一把人间最强之剑 那把剑上寄托着他所有的剑意 与精神气魄 荒原一战 夫子为了让黄金神将 尝一下人间的力量 右手伸到空中摊开 随后人间之剑 自南方万里之外破空而来 微微嗡名 表示自己的沉浮敬备 以及能被夫子遇使的骄傲 而后夫子以此 一剑裁天 一剑诸神 一剑屠龙 当夫子把人间之剑丢回剑阁寒潭后 柳白知道 自己这辈子再也不能使用这把剑 毕竟这把剑被夫子使用过 与浩天的意志战斗过 柳白这样的人只会被剑嫌弃 清霞一战 人间剑道的巅峰 剑胜柳白 在重伤之后 回到剑阁不久 就有新的突破 再次出关 环顾当事 不剑可昊然 亦不见连生 夫子一然登天 灌煮成了废人 屠夫酒屠 两块腐肉 君末尚未解脱 耶稣于漏像传道 世间再没人能让柳白出剑 于是他选择拔剑问天 正所谓 我于人间全无敌 不与天战与谁战 以前他手里的剑 便是人间最强的剑 现在他的人变成了一把剑 和夫子曾经用过的 那把人间之剑合而为一 这是修行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事情 柳白没有破五镜 以前是不敢破 后来是不懈破 现在已经无所谓破不破 正如他所言 我之剑不跃五镜 若五镜之上有门槛 进展之 便是无量亦能展 而后一剑刺入浩天三尺世界内 以身化剑点到浩天额头 这是浩天来到人间后 人类距离浩天最近的一次 而那把剑最后因为 失去了主人 落在地上 可见即便是以浩天之能 也没有将其摧毁 之后一会儿 也没有人出现 以浩天之后